各位好 再來我跟各位分享 我們家這一隻 中角 我們叫姑娘 你們看到 跟我的手掌一樣大的 我剛剛帶他回來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 小小隻而已 你們看到 好可愛喔 這是中角 紅中角 很可愛吧 我有跟各位說過 你要把蛙抓起來 他如果對你不熟悉 還是會緊張壓迫的話 你的手記得 一定要扶著 扶著他後面雙腿 他有支撐力他才不會緊張 想要跳走 那你高度也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如果你拿得太高 他就可能會往下跳 往下跳 摔到的話內傷就很麻煩 我有說過 你在抓蛙的時候 要輕拿輕放 你不要動作太大 他們會緊張 這是正常的反應 很可愛吧 其實 其實 有的蛙友會在一些 社團 或者在YouTube上面看到說 如果你要讓你的蛙 在水裡面 一定要怎麼樣他的腳 能 在這個水槽裡面 他腳可以著地 或者是說 什麼水啊 只要不要淹過他的鼻子 就怎麼樣怎樣 反正就很多之類的 那我覺得 那些都參考好不好 因為 你又不是要用這樣子水癢 各位懂我意思嗎 你不是要用這樣水癢的情況下 你怎麼會去想說 他的那個 水會不會淹到他 像各位 如果像我這樣子幫我泡澡的話 其實你看就知道 他們會有一個 扶著的那種 就像跟我們人一樣 因為說在水裡面太 待久了齁 你就有 可以漂浮那種感覺 超可愛的 哇 不容易延遲啦 好不好 但是 你在旁邊看著 那是必須的 好不好 你看 他身上這樣子也有皮 可以脫下來 你可以協助他 慢慢的幫他拿 身上的皮把它拿下來 大概 三五分鐘 大概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襪 輕輕的扶起來 把它換個方向 姑娘 我們 泡澡好嘍 貴妃浴好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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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囉 起來囉 OK 動作非常輕 好 完成 Thank you 好乖好乖 姑娘好乖 舒服 好乖 AK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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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